山西万荣蒸菜有何魅力竟能让本地人如此追捧百吃不腻 万荣蒸菜又叫拌菜 攀菜以蒸制手法制作 是一道既营养又健康的绿色食品 将五花柳切片 老黑酱 十三香 面粉等调味抓匀腌制 我后来倒一下蒜 吃啥 倒一下蒜 芹菜洗净后晾干切碎 与煮熟切碎的粉条拌在一起 加盐 十三香 葱末等 淋入热油 激发香味 倒入面粉 上下翻飞 十每根芹菜和粉条的表面 各有一层均匀的干粉 乘于蒸屉内 再附以腌制的无花肉 上容大火蒸制半小时 吃蒸菜 油喝蒜蓉浪子是粉粉 蒜好的蒜泥 配上辣椒面 热油 嗆一下 香味四溢 扩散开来 盛一碗蒸菜 色泽诱人 香味不比 温素搭配 营养丰富 淋上蒜蜡子 那味道真是说不尽到不完的人间美味 夏拇嬸 冬炽 冬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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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炸泥 冬炸地 冬炸地 风吹云风天不动 谁推船已安不逆 道且连都死不断 山高水远情不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